李杰隆总理也强调 国人在应对国内如住屋和医药等迫切课题的同时 也必须关注世界局势 总理表示 拥有广阔的视野 有助于我们以更正确的角度来看待国内问题 总理在演讲中也说明国人拥有广阔视野的重要性 总理表示 国人可能专注于各种国内课题 如老龄化社会 外来人口 收入不均等 不过国人应该了解 这些问题不是我国独有的 其他发达国家也面对同样的问题 总理也指出 亚洲的变化将大大影响新加坡 这样的小国 而全球化和科技的进步也会创造丧鸡 总理强调 国人也必须了解新加坡的过去 并对未来有信心 只有了解过去 才能领会新加坡如何成功 以及新加坡现有的体制 因此总理认为 必须加强历史教学 而明年50周年庆 是缅怀历史的重要活动 麦唐纳大厦对面将树立纪念碑 纪念在对抗共产主义 无辜牺牲的国人 还有下星期重版的合并的斗争 这是建国总理李光耀 1961年在新加坡广播电台发表的讲话 后来编辑成书 社会快速发展和竞争激烈 令年轻人担心自己的前途 总理向他们保证 只要做好准备 机会正等着他们去开发 总理也说 我们的资源和人才 将使新加坡成为与众不同的国家 总理说 年轻人的焦虑是可以理解的 焦虑甚至可以变成动力 总理在演讲后 也回答了在场公众提出的问题 10% for the fifth year 10%